今天非常非常高兴 能够亲身见证 副总统赖清德出席投资策略记者会 外界关注焦点 全在最新民调2024支持度 拿下第一名 副总统民调最高 民调侯友宜怎么看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民调 2024总统谁最适任 赖清德拿下25.5% 领先新北市长侯友宜的23% 第三名则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是不到10% 陶渊市长郑文灿则拿下6.4% 赖清德在传统绿营票仓 云嘉南拿下37.7%支持度 高频也超过3.5% 大幅度领先侯友宜 若以年纪来看 赖清德在40岁以上的支持度 同样维持领先 市政优先挂嘴边 侯友宜一贯打太极 民调进行交叉分析 以政治立场来看 目前中立选民 侯友宜2.6%支持度拿下第一 赖清德和柯文哲 1.4%非常接近 不过若看到泛蓝选民 虽然有超过4成选择侯友宜 但有一成支持柯文哲 显示柯市长确实瓜分 蓝营选票 深呼吸放轻松 继续往前走 2024总统大卫 蓝瑞目前呈现 賴侯相争局面 第三名的柯文哲 未来布局 牵动政坛角力 深选林凯军 领域角住宿军 SV小组 台北博斗 Bone Bone